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说说中国国内的事情 我一个朋友告诉我的 说包子迪中共东央国务院 其实在好几年前 大概差不多是五年前 就下了一个秘密的文件 就是怎么去管制中国的那些老百姓 就是不怎么有钱的老百姓 准确的说是 或者说不怎么特别有钱的老百姓 就普通人吧 准确的说就是韭菜 或者准确的说就是批民 怎么管你批民 说下了三个园子 然后去年又加了一个园子 一共四个园子 我觉得这个消息挺好 对还在中国国内的一些个人 或者说你们家有亲戚 有亲人在中国国内的人 如果你们家不是什么达官贵人 不是特别有钱 只是个普通的中产阶级 你最好听一听 如果你们家特别有钱 你就看热闹就行了 他说有四大原则 第一个原则的就是拆迁 拆迁这个东西 我们都知道过了很多年了 一直都有拆迁这个现实 而且愈演愈烈是吧 我记得以前我们在北京的时候 是没有那么多拆迁的 拆迁的时候都是好说好说好说 大家都商量商量 最后都是达成一个结果 后来不论是广州上海还是北京 都出现暴力拆迁 死人的事是经常经常发生 完了以后我们这些愚蠢的知识分子 还不断的给上奏折 上奏折给写建议书写 搞公开信什么的 呼吁什么的 蠢的跟猪一样的 人家其实共产党早就有 早就有什么呢 有内部的文件 然后你就可以解释 就是因为有内部的文件 所以下面那些搞拆迁的人 他根本就不在乎 他在乎的是什么 就是我要决定拆迁一个房子 我最在乎的是我拆迁不动 我怎么去弄他们 他根本不在乎上面的人会找他麻烦 温家宝当总理的时候 曾经发过一个小文件 而且在会上讲过一次 就一次我记得特别清楚 就是拆迁这个事情 不能警察到场 对吧 我相信记性好的人应该还记得 也就是说你城管可以到场 你黑社会可以到场 但是你当地的警察 和当地的武警部队不能到场 所以因为很多个地方的 上的那些官僚 他都是搞不定了以后 他就直接就动用警察 动用警察还不算 他有的时候甚至动用武警去拆迁 这样的事情越搞越严重 所以温家宝算他怎么说呢 其实是一个很臭不要理的说法 你说你拆迁这个事情 它是一个国内的一个民事 是一个商业的问题 你为什么要用警察呢 你为什么要用暴力呢 你不应该出台这样的东西 很臭不要理 这一系列一些都是因为有个原因 就是中共中央国务委员 曾经秘密的发过一个文件 拆迁这个东西啊 上面的是睁一眼闭着眼 尽量不要惹出事来 所以关于拆迁从来没有给出具体的禁止的 所谓的行政命令 反而是说你基于你的当地的经济的考量 基于你的城市的整体的发展 你们来自行决定怎么去弄 知道吧 所以我们看到清华大学有个老师叫孙丽萍 是吧 他曾经在北京的一个政府的一个会议上 给他请他们做报告 讲课嘛 他就讲他说北京市有个区区长跟他说 孙老师上面给我下死命了 今年一定要拆多少平米的房子 说100万平方米的房子一定要拆 否则的话你这个区长就让别人来当 因为别人可以拆 你如果拆不动的话 它是个行政命令 问题是你想想 你好歹也是一个政府 你为什么下这种命令 说你要拆多少房子 你就可以继续当这个官 你如果拆不动就不让你拆 那你老百姓的利益怎么办 那关键是你惹出事了以后 如果中央追下来 谁来承担责任呢 比如说温家宝或者李克强 追下来 你怎么办呢 那么你的屋什么不是也掉了吗 错 我上面已经早就有这个秘密的文件 它是一个没有光开的政策 就是地方政府你在拆迁的时候 因为你涉及到你城市的改造 你城市的经济的布局 尤其是房地产已经是每个地方政府的 它的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所以上面的这个北京政府 中央政府 它也没钱拨给地方政府 所以你能拆就拆吧 但是就说了一个原则的话 不要搞出特别大的社会性的事件 所以拆迁了以后他们就拼命 为什么都用武警呢 为什么都用警察呢 因为他有武力啊 有枪啊 他好办呢 你如果搞几个城管过去 搞几个黑社会过去 说不定还打不过老百姓呢 对吧 但是你搞一些武警过去 搞一些坦克过去 搞一些军人过去 那么分分钟的吓都吓死了 是吧 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这个拆迁这个东西 这些年欲演欲念根本没有管 所以你他们而且他有规定啊 就是拆迁这个东西 由于上面交代了 你不要惹出很大的麻烦 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你呢就是你如果啊 你最好是什么你拆到你的房子 你最好是安安静静的 就是给你多少钱多少钱 如果你有关系啊 比如你上面有人 比如说我们家有一个远方亲戚啊 在省里面啊当什么厅长 给他们家给他打个电话 给他送点你给他打个招呼 他只需要打个电话 我跟你说 我就见过一个我的熟人 他的有一个年轻人家里有个年轻人 他们家房子要拆迁了是吧 然后他们家有个年轻人在哪上班 在中纪委给一个什么中纪委的这个副书记 做做文字秘书 哎根本就不用这个中纪委的副书记 给这个地方政府打电话 就这个秘书拿起电话 就给这个地方政府的这个什么纪委打个电话 完了以后说啊 我们家亲戚一个房子 你出出家太少 他也不是不想拆 你看能不能够通融一下 就这么一个话 人家是因为是北京来电中纪委来的 立马本来是给他说给多少钱 是给他60万块钱 最后一口气给他加了100万 加了160万高兴快拿走了 很小的一个房子 而且是个农村的房子还不是一个还不是那种城市的那种什么产权 大产权房子是一个农村的小产权房子 给他160万 高兴快拿人家隔壁邻居房子比他大 就60万块钱 所以他就因为有这么一个关系 所以你遇到这样的事情以后啊 你就明白中国的一个现实 首先你第一你最好是配合啊 能拿钱就拿钱 拿不了钱 你你如果想告状啊 或者上访的话 立马把你定义为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寻心姿势 是一个刑事案件 立马抓你 为什么呀 因为地方政府他绝对不容许你跑到北京上访 一到北京上访就有可能给他们带来 这个巨大的一个负面影响 因为中央政府国务员仪说了 尽量不要把事情扩大化 不要造成社会性事件 如果有人上访说明你是个社会人事件 那你就麻烦了 所以地方政府在拆迁的时候 他大概是他的力量是平均分配的 一半的力量是去拆房子 抓人打人知道吧 主要是拆 另外一一半的力量是怎么样去阻止这些人 试图上访就这样子的 所以你就明白了吧 在拆迁的问题上 中国的事情 它是上面的有有一个秘密的文件 允许地方政府拆迁 明白了吧 所以你至于你的说你的房子有产权 有合法的文件 这个什么什么 这些那些都不重要 因为这些东西都比地方政府的所谓的利益 它要低得多 所以你说你的房子是合法的 你然后你为什么拆我的 这些话跟共产党是没什么没什么好讲的 你就赶紧拿钱走人 那么你如果拿不到钱走人 你就等着坐牢吧 就这么个意思听明白了吧 这是第一个秘密文件 秘密政策管理中国批名老百姓的 第二个是什么呢 就是关于电动摩托车或者摩托车吧 就是禁谋嘛 我们看到中国的大城市 现在很多个地方包括县城都在禁谋 就是我们就很不解啊 有人就就骂嘛 说说你一方面有中国有那么多这个工厂在生产这个电动摩托车生产摩托车 完了以后你又不让老百姓买 这是个什么逻辑呢 是不是要么你就不生产 我们就不买了不就得了吗 是不是他为什么要禁呢 有很多个说法 其实中共的官员呢 他也没搞明白 他也没想清楚 中共的官员他从来不想这些问题 他就脑子一根筋 他也不知道哪个地方搭错了 他就要进 你知道我们在北京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 啊甚至在82年的时候啊北京的这个三环里面 尤其是长安街上面 你那种小面滴小排量啊 这有零点几排量的那种特别环保的车子是不能进去的 所以你你一听你一头大你就蒙圈你知道吗 因为这种车他环保这个这个排气量很小嘛 相对比较环保嘛 对你长安街应该有好处嘛 是吧 你不是要环保吗 哎他不让你进去 为什么呢 你你你无法解释 其实他仔细想想是什么呢 他有后来我我参加过相关的会议 大概齐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第一这种车的政府收的税金特别少 不划算啊 但是这种车呢 他也不容许啊 他也不不禁止你生产 为什么呢 你可以卖到农村去啊 是吧 卖到农村去明白了吧 所以他把这个中国的城市啊 他分成两种 一个是城市里的城市 一个城市里的市场 一个农村市场 所以你今天看到大量的摩托车 他都是因为政府在这个地 在一个车上面收的税金太少 他根本也不值 然后你还带来一些交通的一些混乱 所以干脆每个城市现成他都个人进磨 但是他又不如不让你生产这个车 也不如不让你买 你可以在农村买是吧 农村买了以后没人管你 农村他不可能进磨嘛 他是这么一个路子 所以上面也有文件 就城市里进磨啊 一定要进 而且呢这个什么要大大方方的进 但是呢不要搞出事来 所以现在每个城市都进磨 所以你看我们经常看到有一些视频 有一个女的骑个摩托车 正在骑着风支电车在走呢 突然一个警察就那么一扯 连人带车就滚在地上 说不定人都死了 没人管你知道吗 为什么呀 因为上面有证词秘密的文件啊 真的是秘密的文件 因为他公开的文件的话 老百姓看见了以后 他就觉得你匪夷所思 你不欺负老百姓吗 我穷人上班怎么办 是不是 再说你为什么在城市要卖啊 是不是 他这个各种 他你都说不清楚 就是这么一个原因 第一收钱少啊 主要是收钱少 但是你可以去农村 他是这么一个路子 所以你在城市里 如果遇到你 你是个开摩托车的人 如果你被打了被抓了被抢了 你千万不要好像去讨个说法 没用的 这是从中央下去的政策 就是可以经历 因为你在城市里面 那第三是什么呢 第三就是城市里的小摊小贩 那我们都知道中国的是一个 从来就是小商小贩 叫油商嘛 行商或者油商 我以前也说过是吧 就是跳这个这个 我们就是会唱歌的嘛 跳这个担子嘛 货囊嘛是不是 这是中国的一个传统的 一个市场经济的一个形式 但是共产党不容许做 为什么很多人觉得啊 因为是因为城管这个什么啊 影响市容啊 有没有一点点 但是你要知道城管 他们这帮人经常把城市搞得脏脏的 所以真正的原因还是钱的问题 就是这帮这个卖菜的呀 卖萝卜的呀 他他不可能交税的呀 是不是 你不可能对着一个卖白菜的卖 今天卖了一天白菜 大概是赚了不到100块钱 完了你找他收税 那不可能的 那你因为税务就不愿意搞这个事情 他用不得收不了多少钱啊 所以最后就干脆他们就想 那这么多人又又收不到税 完了以后又对国家没什么好处 那你干脆就以城管的名义 就干脆把它禁了算了 不让他搞 所以这个时候只有两种选择 第一种就是什么 就是有一些人 有一些官员像李克强这样的人 他可能心里有点柔软 他觉得老百姓日子过得不容易 你让他卖吧 开开夜市啊 卖卖白菜啊 摆摆摊摊啊 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 出的朝鲜以外啊 中国以外 但其他都可以啊 我们所在的地方 你只要在马路上 你随便摆一个摊 没人管理的 我最奇葩的就是 我看见我们那个 我所在这个城市 我每次看见一些一个卖什么 卖煎饼呢 卖那种小吃的东西 一个小摊 买烤红薯 还有反正各种好玩的东西啊 就是吃的东西 他摆在哪呢 他摆在这个一个加油站的门口 大概去加油站也就最多就三米 四米的样子 旁边就是个超市 所以我当时就很 知大人就很奇葩 就心思就想 难道没人管吗 首先你第一 这个城市管理部门会不会管 他们虽然没有城管 但是还是有种管环境的是吧 但是他搞得很干净 地上绝对不脏啊 第二就是超市会干涉 说你堵在我的门口摆这个摊干嘛 我超市要做生意啊 第三这个这个加油站一定要管 因为你堵在我门口干嘛呀 就刚好流出一个车进来进出的一个道 完了你在我你在卖你的东西 对我也不安全 也影响我的生意啊 影响我的车子进来进出的也不方便 是不是 但是你放心好了 我的看他卖了一年多了 没人管是吧 因为为什么 因为一个农民他有随便摆摊的自由 你只要把这个城市环境搞得干干净净啊 你只要这个文明文明的这个这个经商 他没人管你你知道吗 这在中国是不可思议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人他觉得你这个东西你你只是养活自己 你跟国家没做一分钱的贡献 干脆把你进了算了 他就是一刀切 你知道吗 什么共产党做事情最喜欢搞什么 要大刀阔斧 要一刀切 也要有敢于管 要敢于亮剑 就这个意思 对老百姓要敢于亮剑 一刀切不得了吗 有时候摩托车也进 完了以后这个城管的这个 这个小商小贩也进 一刀切嘛 刚刚都安静了嘛 是不是 他是这样的意思 包括这个拆签的是我告诉你也是叫一刀切的文件 然后这个东西已经搞了很多年了也不稀奇 最近去年加的一条就是什么呢 就是地方政府所这个重点抓的案子 凡是涉及到与钱有关的案子 中央政府一改不干涉 一改不干涉 为什么 因为你是你的钱如果抢到钱了 假设你抢到钱的话 他一定会把这个财 把这个钱也冲到你的地方财政里面去吧 所以这些年有很多个公司啊 他都出现在这样的情况 他出现各种名字 比如重庆有个 有个叫你什么的人啊 他是个作戒房地产生 有点钱吧 大概有几个亿吧 就公开的把他所有的财产都抢走了 然后给他按了一个什么 说他在微信里面讲了一个民主自由的这么一句话 说他是不是搞说的言论自由 搞这个东西 就纯粹是一家瑜伽之罪 和话牧丝 他就是想抢他的钱 把这个钱冲到这个地方财政 冲到重庆的财政里面 然后大家都有钱 都有钱花花是不是 包括像河北的孙大午 这么好的一个公司 你说有这么多人就业 你说你中央政府应该干涉一下吧 你李克强应该打电话 问我怎么回事啊 没人管 为什么 因为他们有一个内部的一个文件 就是凡是涉及到这种抢钱的事情 就是关于财政问题的这么一个负担问题 他会有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地方政府他会想各种折 想各种说法 说我这个东西是这个案子 是与地方财政的利益分配有关 所以他会有个汇报 然后一看啊 那就不管了吧 就由着你抢 所以包括有很多人 比如互联网金融 很多人的钱被骗了 很多人的钱被抢了 被政府的收走了 没人管 你自杀了也没人管 没有用 你上访就抓你 就这么简单 为什么 因为这个钱 最终你说 你说有那么多的钱啊 比如说尤其是互联网金融 有那么多的钱 最后去哪了 很多人说啊 是一些人把钱卷走 跑路了 跑到国外去了 我告诉你啊 绝那不分99%99%的钱 都是进了地方政府的腰包了 他不说而已 你知道吗 政府有那么傻吗 他会让你的钱轻易的 一跑到国外去吗 有没有 有 但是非常少 我有好几个做互联网金融的 他们的钱就是被政府抢走了 他也不叫抢吧 他说我给你冻结了 你就给我趴着 你说一政府给你冻结 那钱可不就是 就是政府给拿走了吗 你永远摇不回来 你知道吗 他就是这么一个目的 所以我做这么些节目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在中国 凡是你遇到与钱有关的事情 比如说房子啊 什么摩托车啊 这种东西 其实都与地方财政有关 现在中央 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呢 他直接有个巨大的一个冲突 知道吧 中央财政 不管地方财政 地方财政 又没有新的经济增长点 他也没没地方赚钱 他没地方收税 他怎么办 他不想怎么办 所以那天我说 中央是抢大头 地方都是想小头 然后大家的彼此呢 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你说中国是个人带的国家 他根本不是 还是那句话 有机会赶紧做 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 谢谢大家